哈囉大家好我是祥林 歡迎繼續回來龍與吸血鬼的世界喔 今天這一集的話呢我們要來敷龍蛋 沒有錯 啊我一定要把它給敷出來喔 只是在敷他之前的話呢我們有一些工作呢要準備一下喔 首先我們要做的事情是到地獄去沒錯 為了敷這個蛋我得先到地獄去 要到地獄的話我看一下喔 欸對我有水桶嗎 所以說那邊有一攤岩漿我就去把它給撲滅了 撲滅了之後我就開始先挖一點這個黑曜石起來喔 這邊其實有不少的這個南瓜喔 所以其實我隨便一放那上面也許我就 可以得到一大堆的雪人吧 這邊的話哇這邊其實好像很大一片欸 譬如說這邊應該有不少的這個黑曜石可以給我使用囉 太好了 這樣我應該還是一樣喔就挖個14顆應該就夠了吧 這個應該會挖蠻久的就是了 那我就把水呢像這樣子一放過來之後 我人呢就站在這邊開始一直往下挖就行了 往旁邊挖就行了啦 好啦終於來到了最後一顆了 這個真的是挖了有夠久的14顆黑曜石啊 我在這邊站了好幾分鐘了吧 終於是都把它給挖出來了 這個先把它撈起來欸我們開始回收一下 黑曜石來 嗯14顆沒有錯 所以有10顆呢是我要用來那個 欸這個還是 就把它撲滅一下好了啦 有10顆用來做那個門然後 有4顆呢我大概就是用來做這個附魔台了吧 可是我突然想到我 我好像還沒有那個成就的部分啊 應該其實不是那麼重要對不對 成就的部分呢我如果要做附魔台的話 是不是最好呢是先把鑽石先得到 我到現在還沒得到鑽石欸 對啊我我我是不是應該 我是不是應該先把這個鑽石先挖到然後 我可以先下去嗎 我就先對我就直接先挖一顆鑽石好了 為了這個成就好不好 然後我也想到對不對就是 我們這個龍如果說真的要把它養還是什麼的話呢 可以也許可以養在他媽媽的巢穴裡面啊 是不是如果說我也不知道 其實我還沒有把真正把這個龍給孵化出來過 所以他到底出來之後 要怎麼養他還是什麼的我還是 不是那麼清楚啊我只知道說 其實可以製作一種一種東西啦 就是一種給龍的飼料吧 然後你就可以用龍的飼料一直餵他 然後他就會越長越大隻啊 會有這種狀況啊 這邊的話我先把鑽石先挖 我還有我還有什麼東西沒有的嗎 我還沒有燒鐵 我連鐵都還沒燒 天黑了天黑了乾脆就先睡個覺了吧 剛剛我差點以為這邊是一個怪 稍微嚇了一跳 後來再想到原來是我自己的裝甲而已 那鐵礦這個東西 我之前還是有挖的好不好 但是都沒有拿來燒而已 現在燒一燒好不好 趕快把成就都獲得一下 該獲得的獲得一下 然後還有這些啊 這些裝備呢乾脆都先怎麼講 先讓我自己先穿上對不對 我就先穿這個龍的套裝吧 等一下到地獄的時候呢 大概就可以知道說 他的效果到底如何了 我是覺得應該也沒有說特別特別的強啦 就可能勉強還算可以這樣子吧 好現在鐵應該是有了吧 有了有我們來硬的了 我們來硬的了 所以來硬了之後呢我們就 我就再下去一趟吧 好鑽石就在這而已 哇獲得啦 有啦終於有了鑽石成就啦 然後大家有在說這個東西很像那個龍的排泄物是不是 可以排泄這麼多出來啊 這個龍也是蠻厲害的 好啦所以我剛剛呢 就真的是在下面挖了兩顆鑽石出來啊 既然如此的話 那我就直接來合成那個吧 我的書還在身上啊 所以合成一個附魔台 我們來獲得一下這個成就吧 讓人家知道 哇是真的有合成出一個附魔台出來的 那另外我就想到啦 其實我這個後門呢 這邊可以再挖一個洞進去 然後這裡面呢是我的附魔室吧 對不對 可以變成那樣子喔 我暫時把它放在這邊吧 沒有關係喔 因為我還有很多的書櫃還沒有弄出來 那吸血鬼模組的好處就是村莊一大堆 所以應該不用擔心沒有書櫃 所以現在的話呢 剩下10顆這個東西 呃直接就先去做這個了吧 我看一下喔 這個東西要先拿一下喔 留一顆就好了 然後鐵呢拿一個出來 走 我要來做一個地獄門啊 呵呵 那我去 那我去 我去這個地獄呢 為了就只是獲得一個地獄石 然後呢 讓我點個火 可以讓它永久在那邊燃燒 就這樣子而已 這是一個 有史以來是不是 算是最廉價的一個 怎麼講 去地獄的理由了 是不是 這個理由好像真的有點太廉價了 就在旁邊這邊 隨便挖一下吧 喔 其實啊我們還可以做其他的事情 就是 那個凋零骷髏啦 凋零骷髏也是蠻重要的 如果說有凋零骷髏出現的話 我也要打凋零骷髏 這樣才會掉他的那個骨頭 然後我才可以用龍骨呢 來做那個比較多的 像龍劍吧 還有龍的鎬 鎬子應該不用做了吧 就做個龍劍什麼的 如果有地獄堡壘在說了 我們進去吧 對現在是大白 欸應該不是大白天了吧 可能已經到下午了 所以我也獲得了 我們應該更深入一點的這個成就啦 哇不是吧 我好像完全沒有發現任何的地獄堡壘欸 不是好像而已好不好 是根本附近好像就 就是沒有地獄堡壘的樣子喔 我已經跑了還算蠻遠的耶 這附近沒有地獄堡壘欸 太誇張了啦 別飄了別飄了別飄了 欸被他炸到我好像沒掉血欸 喔有啦有掉血啦怎麼會沒有 然後再來就是看他的這個耐久度的問題喔 可以炸死他了 看好像沒有道具掉下去也許 耐久度看來好像還不錯喔 也許也許真的是不錯啦 然後我也不知道我現在 我現在應該要從這邊繞過去吧 對對對對對 好我看到傳授門喔 那我們這一趟的墓地呢 其實也沒有說要幹嘛啦 雖然說能夠找到地獄堡壘是比較好 不過最重要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東西我們還是獲得了 就是地上這邊一大堆的地獄石 只要能夠拿到其中一個就算是很不錯了啦 好先回來吧 喔天亮了 所以我在裡面混滿久的 好像也許是混了一整個晚上就這樣混過去了是不是 好這邊有19個的話呢 就先把這邊打一個地方出來 然後我們就讓他呢 在光天化日之下這個誕生吧 這個蛋沒有錯就是他了 蛋 龍蛋給我下去 所以龍蛋就像這樣子被放出來了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對下面這個地方 不對啦這個是晚上了啦 先去睡個覺好了 需要睡嗎 還是睡一下好了 好所以我們很快呢 獲得了還算不少的這個成就了齁 莫名其妙的 然後我們呢 就一把火給他點下去 唉呦 他做的還蠻細緻的嘛 我只知道大概是火龍就是要點火 然後呢 我不知道說 原本還不知道說 原來他還會這樣子動來動去 讓我知道我現在在孵化他 呃算是成功吧 應該有成功吧 就我所知我需要在這邊呢 佔好一段時間的樣子吧 所以我們先吃點這個胡蘿蔔 呃 好像真的是需要蠻久的吧 所以我才會需要說先睡到白天 哇出來了看到了沒有 我還獲得了一個成就 mother of dragons 就是龍的這個老媽 我不能當龍的爸爸嗎 我一定要當龍的老媽嗎 欸你把我的性別當成什麼啦 雖然說應該一般來說都是母的才會下蛋吧 其實好像也沒有很久欸 是 我之前得知到的消息是 要把他給孵化出來會需要很久的 所以這就是這個小龍有沒有 超小一隻的啦 真的是有夠小的啦 當然好像我們有 我可以我對他點右肩會發生什麼事啊 會騎上他嗎還是幹嘛 喔唷 他是好肩膀上了 哇真的耶 哇 趕快把這個先拿下來 讓我的臉先出來一下 哇 好帥喔大家看到沒有 哇 這個就是 我的小龍欸 在我的這個肩膀上面 但是他會不會幫忙攻擊還是什麼的 還有一點就是他要怎麼下來 他能下來嗎 欸你能不能下來一下 喔喔喔他下來他下來了 按X時間他就下來了 我按X時間他就下來了 我按X時間他就下來了 所以下來之後他就繼續到處亂跑 所以很麻煩喔大家看到了有沒有 而且 他這個是那個滑步啊 看到他的滑步了 他摀了所有的龍 我剛才就讓他帶在我的肩膀上好了 然後我想要知道他到底會不會幫忙攻擊什麼的喔 所以我們要不要在附近找個怪打一下 還有他會不會被打到之類的 我會打到他嗎 不會 那他會不會被其他的怪給打到呢 我也不知道 呃 目前附近好像沒有怪吧 好那先不要管這些囉 我乾脆呢 小龍 這就是我們的家了好不好 給你看仔細了 這是我們的家小龍 我們一起來裝飾一下這個家吧 哈哈哈 有個東西我想要先做 也許他可以用來取代那個火把 應該是拿線出來就可以了吧 我還是帶著吧 然後還有什麼東西嗎 應該是需要什麼類似染料的吧 所以用這個應該可以當染料了吧 然後會有染料 然後還有線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喔 有線的話呢可以用來合成一些 像這個可以出來啦 對我們要先合成像這種像提燈阿燈泡阿之類的東西喔 所以我們要合成那樣東西出來的話 我先看一下 用他的話呢 喔我在這裡有這個燈泡阿 所以我們直接就拿這個燈泡 三個鐵錠 然後一個玻璃片 好我們先來合成一下好了 好來吧 小龍所以我們來先弄一個這個東西出來 然後這個東西出來之後呢 我們還需要兩個鐵錠阿 好我們需要兩個鐵錠 所以呢有兩個鐵錠阿 然後也許放一根線 然後再放這個東西一個上來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 叫做一串掛起來的這個燈泡阿 是還蠻棒的東西吧 那用這個呢 可以用木棒 或者用線都可以喔 只是說 呃 弄出來給大家看就知道 所以這個東西我記得沒錯的話 應該是選兩個點吧 兩個點點起來之後 應該就會有作用了 呃 我這邊可能要 有沒有多的柵欄 應該是有的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喔 馬上來試一下 試掛一條出來 這邊來看的話 我可能先把 這裡吧 這個先打掉好了 然後我稍微呢 點高一點點 那我們從 我們從這邊 喔可以可以可以 大家看了大家看 這邊會拉出一條線喔 那這條線的話呢 我們如果是用這個 這個線合成的 它就會是一個圓弧狀 那如果是用木棒下去合成的話 它就會是一個一直線喔 所以我是覺得這樣子比較好啦 這樣就掛起來了有沒有 沒有 所以說我可以呢 繼續再多掛幾條 這樣子從外面來看 應該是還蠻不錯的吧 那我們在合成的時候呢 還可以放一個銀石粉下去喔 那就代表說 這個掛出來的這個燈阿 它會在那邊閃爍阿 所以我們一次就把這三個呢 都做出來吧 我是比較喜歡那種會彎的阿 那如果說是很硬的 直直一根的 我就並不是那麼喜歡喔 所以我喜歡那種會彎的樣子 然後呢 目前還暫時不需要那種會閃爍的 對 所以我們上來一下喔 嗨 龍 龍 我們就一起來裝飾一下吧 跟我一起來 當然我不知道能不能直接 就黏在這個東西的上面了 我試試看好了 阿 它綁在它下面了 好難看 果然還是要弄一根出來的 能不能把它打下來阿 喔 回收了 太好了 會回收的 太好了 太好了 這邊太好了 所以只要 輕輕的用拳頭隨便打一下就可以了 哇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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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來了來了 然後呢 這個再把它給放下去 那從這一邊到 這個地方 太好了太好了 好 最後一個呢就放在這邊 火把呢 掉下去了 小龍 你不能幫我把火把撿回來嗎 所以我們把這個呢 連接到這邊來 有了 這樣看來的話應該會挺有 奇怪的感覺 對 非常奇怪的感覺 這種裝飾起來的話呢 我不太知道燈光能不能取代火把 以及晚上他到底會不會有燈光啊 應該是會有的吧 哈哈哈哈 這弄起來是有點詭異的啦 哈哈哈哈 好我們再來拿一些這個骨頭出來喔 那這個骨頭的話呢 我們這邊應該還有更多吧 對我有更多的骨頭 那如果再搭配上肉 我們如果有肉的話 喔對喔 我如果把他給放到豬旁邊 他會不會自己去咬豬啊 或者咬雞之類的 放一下就知道了喔 來來下來吧 他反而 他反而跑遠啦 喂你連豬都不敢摸啊你 你連豬都不敢摸 那這邊是說 我們這邊呢可以用他來合成這個所謂的龍的這個 可以餵龍的這個飼料之類的啦 那這個東西的話呢 你是用各種肉 在這附近 都可以用來合成一個 那這個東西如果你把它做出來的話呢 你就餵他 他的話呢就會長得比較快 不然他現在好像 他如果真的要長很大的話 好像會很慢喔 我們先看他有多少血好了 哇其實他的血量是不是跟我一樣啊 哇他會攻擊的 有了 哇他還是會攻擊的吧 只是豬他不會攻擊 但是他會攻擊雞 上啊 上 欸他是不是打不到了 他 噢咬下去了 噢原來是這樣子 啊哈哈 啊原來是這樣子 他攻擊的速度很慢喔 欸他這次沒有沒有攻擊到 欸再來再來再來 耶 就是這樣就是這樣子 我們來看他 他第一次狩獵 啊 欸這樣子好有一種那個 我真的在養這條龍的感覺欸 他就這樣子把雞給解決掉了 所以看看他有沒有辦法呢 收集到這個 四個雞肉 然後我就幫他做他的第一個這個飼料出來啊 但是真的好久那樣子喔 好再看一次 咬一下他的腳掌 所以他喜歡吃這個雞 雞爪是不是 他喜歡吃這個雞爪 他現在看起來就是在吃雞爪 YES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所以這樣子我一方面可以收集 喔才兩根羽毛而已啊 欸他去哪裡了 我可不能跟丟他啊 跟丟他就不妙了 或者他會不會自己 他如果掉到岩漿應該不會有事吧 他掉到水裡應該不會有事吧 等等 我還是把他抓起來好了 我怕他可能會淹死什麼的 有點危險 然後現在晚上到了 所以晚上到了 如果他在我的肩膀上他會攻擊嗎 其實應該不會啦 因為這樣看起來他也沒有要攻擊他的意思喔 對啊 所以也許他在我肩膀上的時候 可能是不會攻擊的吧 然後這一隻的話呢 乾脆我就先把他給斬掉了吧 就當作是我對不對 免費幫他奉送一個這個肉給他這樣子喔 所以這個看起來其實好像是我家 感覺變成夜市了 是不是我家變成夜市的感覺 好啦我出去打一下 欸有吸血鬼了太好了 來吧跟我一起來打吸血鬼 我們初次作戰 走 我穿著龍的鎧甲 然後呢肩膀上呢 背著一條小龍在這裡 來吧吸血鬼 欸 我以為他要來了 應該是要來了吧 過來吧過來吧過來吧 準備好跟你這個決戰了 那當然我們的主要主線目標啊 應該還算是這個 哎唷哎唷發生什麼事了 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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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龍還在啊為什麼 喔還在還在還在 嚇死我了 我以為龍不見了欸 我打一打龍頭不見了 這個就戳下去 太好了有血了 所以龍看來這個時候呢 確實是不會幫我打的啦 就會一直在我肩膀上 但是他可能不會幫忙打吧 好吧 既然如此的話呢 他還這麼小隻 也許可以先放在家裡面吧 然後我們餵一下他吃肉好了 應該不會長太大吧 我們為什麼要去問我的角臭啊 那這個時候呢我們先 他會不會卡方塊啊 我好怕喔 他是不是在睡覺 等一下 他在睡覺欸 等等等等 你為什麼睡覺要爬到邊邊去啊 有了有了有了 他在睡覺欸 原來晚上到了他會睡覺喔 那你睡覺會吃肉嗎 欸 他是掉血了嗎 他是掉血了還是說他長大一點點了 他可能長大一點點了 所以是不是多了半個血 這個再餵他一下 哇 血突然多好多喔 但是他體積有沒有變得很大 我剛剛一直盯著他的血 怎麼搞的怎麼搞的 他快掛了是不是 等等等等 為什麼他的血量變得這麼少 哇好大隻喔 不對他是翅膀那樣子拍一下而已 但他血量變得好少喔 好所以我在看我就繼續把他給背在我的肩膀上面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其實 他在我的肩膀上面呢其實也是一個睡覺的狀態啦 那如果說眼前有怪的時候他會不會就醒來 還有他在我肩膀上睡覺的時候現在顯得好 好突兀啊 來了我先打怪喔 我這邊還有很多的雞欸 他會不會看到就醒來啊 聞到雞的香味然後他就醒來了 沒有他完全不理會這些東西的 然後剛剛這邊不是一隻蜘蛛嗎 蜘蛛也不見了喔打他打他 他會不會射到他啊 反正我拿個盾牌擋一下應該沒問題吧 來了 再擋一下 沒問題啦應該在我的 他在我的這個肩上應該是安全的啦 對看來他也不會醒來喔 他完全沒有醒來的樣子 喔怎麼搞的 我剛剛丟了雞蛋打到他了 可是我在攻擊的時候不會打到他 我剛剛丟了雞蛋卻打到他了 怎麼搞的 我還不能亂丟雞蛋 好所以呢我乾脆啊 晚上的時候先睡一覺看看好了 然後起來應該會看到他爬起來的樣子吧 對不對 這裡有一種真的有一種養龍的感覺了耶 喔他起來了就這樣子慢慢的緩緩站起來 然後繼續的你要去哪裡 他往後面這邊去了 你要你要去洗澡喔 沒有你要吃大蒜 這個是我們要去攻擊吸血鬼用的 所以他沾染了一點蒜味 原來如此 他知道我們要去打吸血鬼 所以刻意呢 在身上沾染了一點蒜味 所以他年紀這麼輕才剛出生而已 已經做好了 各式各樣的戰鬥準備了 非常的好 那這樣看來的話也許我沒有任何的必要 就是說把他給放到 放回他那個原本他媽媽的巢穴裡面去了 那這邊我們來做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喔 應該是這個要拿四根起來 唉唷 這個拿了四根起來的話 唉唷 把這個放回來 四根先拿出來 這個先放著 然後呢這四根呢 我們先看一下像這樣放著對不對 然後再放一個木棒起來 我們可以做這個號角 這個龍的號角 哇太好了 然後這個龍的號角出來之後啊 我們先把這個龍呢先放下來一下 然後我們好像可以對他點右鍵 就完全把他給吸進這個號角裡面了 然後呢他下面會寫他的一些狀態 這是火龍 然後還沒有替他命名 所以還可以替他命名就對了 也許有其他的道具還是什麼可以替他命名 然後這邊有寫喔 他現在是階段一 然後呢是一天這麼大 他的性別呢是 他是 男的 他是弓的才對 應該說雄性啊 他是雄性的 這個沒關係 所以再點右鍵 像這樣子拉弓 然後在地上點右鍵 他就可以把他給投出來了 像這樣子喔 原來如此 而且還有奇怪的音效這樣 我可以把他隨便亂投嗎 不行 一定要點到一個方塊 不能像這樣隨便射出去 一定要點到一個方塊就對了 就可以把他給放出來了 所以像這樣子也是一個隨時把他帶著走的方法 然後我看到啊 這邊還有一個叫做龍骨敵的東西喔 這是一個應該是一個笛子啦 然後也許是用他呢 可以那個把把龍給叫到我身邊來之類的 看看好了看看好了 所以我們再來合成一下 這些可以操控龍的道具啊 什麼的 我覺得還是有必要來製作一下的 這邊好像是這樣子對不對 然後一個這個 對 所以就是他出來了 那我們先把他給放到地上 去吧 然後他一定會跑走嘛 等一下 該不會叫 該不會是把大龍給叫過來吧 他完全沒有反應啊 是說我怎麼知道這首曲子的 說不定我吹吹那個大龍真的就過來啦 我不知道這個到底是 等一下 我暫時還不知道這個的用處喔 不過沒有關係 我相信到時候我一定有辦法查到他是什麼樣的用處的 那現在有一個小龍在的話 那可能到時候就是先帶著他 然後到處去這個打打殺殺 那就會很有一種 跟著他跟著我一起成長的感覺 這個才是我們這個獵人的目的 我們對不對 訓練一條這個屬於我們的這個龍 然後他跟我們一起去打獵 超有感覺的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這一集 我先拿這個拿下來一下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這一集 龍與吸血鬼的世界 現在我終於有了這麼一條龍 會一直跟著我 然後我們可以陪伴他 一起慢慢的成長這樣子 雖然我們應該有一堆骨頭 我可以做一大堆的飼料 餵他可以一瞬間長大 但是就會失去了一種 慢慢培育他的這種感覺 我們要好好的跟他培養這個感情 對不對 好感謝大家的收看囉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不要忘了幫我點下一個喜歡囉 那我們下一回再見囉 大家掰掰